我們藝人的交流單元 今天難得請到我們的翁立友 來到我們現場 恭喜啊 演唱會非常成功 謝謝 笑好又叫做 謝謝 而且他這一次的歌唱不得了 不單是這個國台語的歌曲都有唱 還有唱動感的歌曲 獲得空前的成功 所以又唱又跳嗎 對啊 Only only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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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來哇 嚇死人了 那不是羅斯強的歌嗎 哇 他也在跳 這個沒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當藝人 要會這個十八般舞藝 是 所以計畫下一次可能就是要去學什麼 吞火 變魔術 包棚彈跳 出場就從上面掉下來了 其實像現在看到那個佳麟跟霓雲 他們現在也是成為這個唱片間的新一 真的也很辛苦 因為現在要在歌壇上 佔有一席之地 的確就是要 除了用心以外 還要全神貫注 是 全力以赴 他們兩個在我明日之星 就已經是模範生了 對 雖然出在唱片 他還是要討教一下 尤其像翁立友來 他一聽到翁立友 他一聽到翁立友來 就要是要跟你討教一下 對 今天蔡佳麟這麼主動來 你想學什麼呢 對 我想學像翁立友、立友哥的那些 因為我之前都唱一首比較傳統的 對,然後我在... 你能解釋什麼叫新式台語歌 跟老式台語歌 新式台語歌就是說 對,轉... 轉音 沒有什麼都轉音啦 所以盡量不要讓自己轉暈 對 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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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暈了 你說老的唱法就比較 對 轉音比較多 轉... 轉音比較多 新式的唱法呢 新式唱法都是把... 比較直 對 然後這次呢 我的新專輯為愛唱片 對 沒有人都問這個 也有新式的台語曲風 真的嗎 對 整個 整個 有新的吧 有新式的 我們期待 我們就期待這一招 佳麟到底要選什麼樣的歌來 我問你 以前的歌算新式的老師 我夢聽 我夢聽 沒有 這個我就有研究了 他在近期的作品裡面 比如說有《死面埋伏》 那個最經典的 還有那個Q簽 Q簽 對啊 比較新式內斂的唱法 比較新式的 漂亮 我沒有聽到佳麟唱過球圈 而且是去年的作品 那算新啦 那滿期待的哦 你覺得這個你Q簽 跟以前的唱法有不一樣嗎 我覺得唱法其實可以新 也可以傳統 新的這個台語歌 如果你的唱法是 那一聽也是老味 我們來聽聽聽Q簽 我們下戰體了 人家現在也唱到冰山了 沒有 是,要跟你合作一下 為愛什麼 為愛 對,對 不,他現在要拍... 他現在要唱到一首 我要唱Q簽 Q簽哦 來聽聽聽 Q簽,來 新式台語歌 來 之後 que不想讓我唱Q彥 在新式台語歌 最傳達言 要聲音 先… 你扔定 他 可以和歌 彼此 他為愛 愛 無名其妙說來著來 一千時間 只定著無依來 只有點點來你開 來到一個一分的所在 中央太陽 千秋萬秋生在來 九千 有聽出不一樣嗎 一聽了就聽出這個 家琳是個幸福的小孩 哪有 怎麼說 應該在感情這條路 應該不會去幫忙撞過 因為這條歌是很可憐 你看談戀愛要談到去球籤 就是他不知道這個感情 這個未來到底會不會有結果 你看多麼差 是 很多人也是這樣 有什麼 有很多 有很多 我錢到沒辦法救了 但是人家 每一位 每一位 他的詮釋 今天聽他這個唱這個球籤 有別於他以前的這個唱法 剛剛有感覺比較內斂的唱法 那有哪些詞句還要加強有沒有 對 這個要講真的很難講 我看我直接 來一下好不好 我先沒講 聽看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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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聽不到那個恐懼 但我是問我 overview 那種可憐在那裡 味道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比較輕柔 對 因為現在新的台語歌 像子豪老師的作品 很多 對 都是像在講故事一樣 是 所以你一個講故事的人 如果說你的唱法太重的話 可能會被你的這個 歌唱的這個技巧 給掩蓋過去了 降機台族的時候 你掩蓋了那首歌的情感 對 所以每個人在唱這首歌 要了解他到底在說些什麼事 對 要去敘述那個畫面 其實第一句的飄龍天安 你看老師唱多輕啊 那個飄不要抖音 其實第一句你第一個字就抖了 要有那個虛無飄渺的感覺 對 就不用...不一定說 一飄 對,一飄 對 可能因為... 以前可能佳琳都歌唱比賽 要挑一些那種... 要扯平的歌 所以現在又換唱這種比較內斂的 他的歌唱的時候 就會顯現出來 是 所以這篇民歌稍微調整一個歌 可能還不習慣你的歌 而且你這個歌不是每個人能唱 我剛剛問他會不會唱 他說會唱 會唱也不能唱 對 那歌詞不符合我們嘛 什麼三個剩一個音 瓜哥,你好細心哦 這個我們唱的感覺很... 不知道要怎麼唱 三個剩一個音 怎麼有可能 不適合 因為我唱那一句 大家就開始就笑了 沒有說服力 三個剩一個音 整個都插住了 喂 那你今天呢 你選哪一首歌 今天選了一首 今年二月才推出的老師的作品 十面埋伏 這個就請拚了 要請拚了 這個就不能軟趴趴了 不然老師在這邊 你好好唱個十面埋伏 好 來,請拚請 謝謝 好,好 好 來,好 好 你행的俠俠阻遥遇 斜斷 Hoodhead 一路的嵌先騎不了 是面的賣的 隨時到 兜兜湍泉 龍蜂精針 人生命補薩也蛤 一丁的胎骨 买開始 就說驚驚我不驚 一尾風暗心不怕 危險隆動的手朵 誰不想吃在酒店 萬代沈黑我不驚 尚佛風暗過山領 天天降雨 沒落命 只為風暗以求 相天降 謝謝 中天降雨這個像布帝營 布帝營運 這首歌應該是布袋戲要出來的歌 當初很多的歌名說 這條怎麼拿去布袋 是啊 感覺很像 來不及 不然太像了 感覺是不是沙氣騰騰的一種 沙氣就重了 但是他唱得好不好 我說實在 稍微提點一下 你看整個那個味道都出來了 那這樣我們就不要再教他了 不行啦 還是要跟老師吵架 沒有 今天他唱這個十面埋伏 再加他整個人那個感 感覺 是 很厲害 如果說要 這個稍微講一點點 小小的這個缺點的話 缺點的話 那個開口 開口 那個 就說怕不怕我 不怕 一味風暗心不怕 那個或者 那個手段的那個感覺 有幾個字 可能要特別加重那個 那個沙氣的語氣 老師唱一遍給大家聽嘛 今天觀眾朋友應該來 翁妮兒唱 十面埋伏 好 好 又飄飄 老都老老 一都會 冒着牌 拍完了 雖民的麥可 水星高 路上文匯 用風降雨 用死命保護所愛的依 這張的對岸 會開始 都說驚驚我驚 只為風暗心不爬 人命夢多 會唱拔 誰不生吃彼此頂 萬代穿客我走 想好風暗過山頂 人間冬後 無老命 只為風暗一唱 生天下 溪面埋伏 好 光都是光 無間都是無間 無間 想起床 不簡單 不過剛剛各位的表現 請羅文聰老師針對我們兩位學員們 來做一點講評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新台語式的台語歌 這個什麼叫做新台語歌 這種東西其實歌詞 基本上是不可能會改變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 音樂環境在改變 所以大家的 就是所謂變成所謂的 新台語式的歌 今天我先講一下佳玲 我覺得佳玲 其實你的聲音本來就很特殊 其實 唱那種江湖開口的 或者兄弟開口 我覺得說服力是非常夠的 但我覺得你有在進步 就是說你在唱一些 比較小敘述性的歌的時候 我覺得你那 說比較瘦一點 當然很多人都講說 內斂的唱法真的是比較難唱 放大家都會放 那什麼樣的內斂 因為內斂如果控制不好的話 聽起來會什麼 聲音會虛 或者聲音不實 然後音會不準 那我覺得今天家庭 還是有點控制得很好 基本的一些轉音的部分 該轉的都有到位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有一直在進步當中 謝謝老師 那這個婷筠的部分 因為這首歌說實在 它是白話文跟文英文 穿插在一起 光是咬字就是個很大的學問 字那麼密 我覺得婷筠這首歌 態度做得非常好 包括那個口氣的俐落 雖然不像男生那麼陽剛可以 但是你的女生的角度 能夠唱出這種 千軍萬馬的氣勢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很了不起了 所以婷筠你也不錯 歌路越來越寬了 未來也可以朝這方面的歌型去發展 好,加油 好,謝謝老師的獎金 兩位別忘了你們 再次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來,兩位先休息一下 謝謝 翁立友老師 我想翁立友老師呢 我想近幾年呢 台語歌手也陸陸續開演唱會 對,除了翁立友之外 你看 曾欣梅一樣好 余天大哥 江蕙那根本不要講了 對,都開很多唱片唱會 表示我們台灣的聽歌水準 漸漸在提高 對,這個文化越來越好 你這演唱會總共唱了幾首歌 你看27首 如果我們光在KTV 不要說27首了 唱到17首大概就啞掉了 聲音已經完全不行了 而且他可以連續唱耶 接下來我想 我主動要求一下 明日之一 現在他們是不是當特別來賓OK啊 唱一首歌也沒問題啊 或者是跟翁立友合唱 或者是跟江蕙合唱 都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你將來面臨是有一天 你會單打獨鬥 可能開個一個小時的歌唱 那時候該怎麼辦 你有成為主嗎 我覺得船到橋頭就很奇怪 人有壓力 真的嗎 你就會睡不著 然後就會去跑步 然後就會去游泳 練自己的肺活量 是 才能撐啊 現在... 像我看你能夠唱27首 可是裡面我比較擔心 像許富凱這麼瘦 對 這真的穿得像是真的一樣 看這個身材絕對能撐 真的嗎 27首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肚子不會餓 反而是像比較... 肚子穿不住 當然也耐不及吃東西 富凱,富凱,來 我覺得我們沒有演練過 一個歌手成功之後 他要開各唱 如果連續唱個三首、四首的 觀眾也過過癮 我們看看你們台風怎麼樣 怎麼樣 也不錯哦 但是有開演唱會的經驗哦 我知道您跟江蕙有唱了兩首歌 對不對 是 對啊,那只是兩首 如果你有天要開演唱會的時候 所以要跟老師討價 因為我有去看那個 汪老師高雄的演唱會 對,然後... 一年下來唱那麼多首歌 而且又吹那個三十風 他還去三十風 對 還能跳舞 你多才多藝的啊 得了了 要加油一點 下次期待 物理有可能這樣表演 一面唱歌 一面頭好壯壯啊 喂 那演唱會大家會想看哦 OK哦 瓜哥,你當我特別 來,OK 我一面壯,你再唱 那這樣 說真的,有一天 你中有一天會步上 你要開演唱會 今天不如這樣 討價一下 跟翁立友老師好 好 選個三首主曲 讓觀眾也聽得過癮 好不好 來實習一下 對 主曲其實在演唱會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像唱一些老歌 讓一些這個年紀比較長一點的 來聽到老歌 一起哼這樣 對,就會有回憶 那我們就挑這個 嘴心軟 嘴心軟 還有一條這個 日本歌很高的 夢追求 好不好 最後一首就唱我的歌 OK 好 怕跡 怕跡 好不好 這三首你都熟嗎 熟 熟 好好跟老師淘教一下 學習演唱會的精神 跟經驗 一起來欣賞這三首主曲 來,幫我聲鼓勵一下 好 製作歌 15 2 3 1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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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天天請來愛了你 思考如今沒知 問人家作主意 你的情情感情 天安甘斑月經 經理請在你開 真是痛苦的愛情 明知咱你無縁風 心愛為你暖昏昏 願賺主意海苗 心改有 認起痛苦感緻 民行知咱很新康 一直對咱來叮群 驅咱藏頁來恩赚 路深深掛路悠悠 我甘來放我去一杯酒 是誰哪好著這心 為夢的酒 為山陽心埋的來 追你開榜山 我一隻幸福你感知我心裡愛 金利由來 照著來 傷心老闆 拖著頂戴的腳步 先救援 向我的火水水涼 電火雕昂 為閃閃 你為閃閃 終婚放三歲拍攏 欲求我願山人 靈魂斑斑 當作一場夢 冬才是亂 依不夢 一場夢 巨港幻想 頂戴的條件 以為閃閃 心跳 當作一場夢 梁山 楽悑 心跳 詞曲 李宗盛 偷偷看著真理的相片 春天 欠人我命令 冬天 若會沒看見 今生唱這招季 看上嘴裡的記憶 冬天 萬全照你的日子 大生作的這招季 點點作你的記憶 愛你的心啊過愛情是 小竹子日子 驚過國為止 他若知道 冬天的開始 天生唱這招季 看上嘴裡的記憶 來生作的這招季 點點作你的記憶 三首動聽的歌曲 過足的歌影 好像在看演唱會一樣 真的非常過癮 你覺得他三首歌呈現得怎麼樣 真的是 真的 非常棒 這水準就對了 剛才那個感覺 真的 感覺不像在錄影 對 像在演唱會的這個現場 真的 今天來到現場的觀眾真的是 你看不用花錢買票 又可以看到 對 是不是也要來一場 鼓勵一下 太過癮了 我跟你講 剛剛這一段的表演 我們現場的 我們評審 就是臥舞長榮 梓鴻老師是演唱會 他是作家專家 那個是二姐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由他來呢 剛剛對這一段呢 少給他們一點鼓勵講評好不好 好 其實演唱會唱主曲 其實是滿大的挑戰 我想立友應該很有經驗 因為唱主曲的時候 動輒可能就一、二十分鐘 你是不能休息的 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 然後所以富凱 你如果有心 有這個志氣要開演唱會的話 你第一個 你體力要練得很好 是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 很重要一件事情 在情緒的轉換 因為主曲呢 通常就是 應該就是一些比較 比較舊的歌 耳熟能詳的歌 大家聽了很多次 所以呢 你應該讓觀眾有一個感覺 就是有一點驚訝 就是哇 唱...哇 還有這一首 所以那個情緒的轉換 你要在一秒鐘就讓觀眾 跟著你的歌進去裡面 剛剛唱的 我是覺得你唱得都滿好的 可是有一個... 有一個遺憾就是說 那個 情緒的轉換還不夠 就是在那個轉換的過程 你要帶著觀眾 要帶著我們 跟著你的情緒進去 這個部分再加強一下 然後呢 體力一定要再加強 就會很好 謝謝老師 當然不是盡情 就是先做好準備嘛 對不對 一定要先做好準備 將來亂一來的時候 還可以應付 這個像我就很辛苦 真的 就是匹匹串 我到最後我真的想要離開家 為什麼 因為又要減肥嘛 媽媽都會煮得很 脆糙 然後呢 人的這個天性就是懶惰 就惰性出來 惰性 我真的很想 就是到最後 乾脆跟公司講說 不然傳一隻那種困擁膏 你知道嗎 軍用的拳 就是一放走之後 就開始追我 開始這樣 這樣我就會運動 對,要被逼就對了 所以開尾唱會 真的很辛苦耶 真的實在是 所以不要看人家那 成功的一面 沒那麼辛苦的一面 他很辛苦啦 但是也還好 因為這一次的成績 還算圓滿 是 對 那今天努力有成啦 不敢今天學到什麼嗎 就剛剛老師講的 可能我一些 那個情緒轉換還不夠 然後像之前呢 我有去就是參加二級的演唱會 二級也唱了很多主曲 那每一首歌 他的心情轉換 會讓你覺得說 哇,怎麼會有這首歌 好新鮮 而且重新詮釋 又不一樣的感覺 是,再次別忘了禮貌 謝謝庸立友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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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頭的理智 我對天風一句話 永遠不會表悔 這是我臨性等待的機會 一定會堅持高低 我對心風一句話 永遠不會表悔 若是好的人風得嘴 我心浪一句話想說